话说 因缘阁有一小仙 名祥云 凌路陶状与战神初空 一同跌入红尘巾之中 开启 金融室情节 这初空仙君 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可是永远空天神力的麒麟神族二殿下 你 东京往后 你便是本座预定的历劫仙旅了 你这个 转车转得太折了吧 我才三千岁 怕都五万岁了 这不是爷生练 也得是老祖宗练了 看我这目录 霸道皇帝小娇妻 高冷仙君 最给力 尺度再大一点 仙君 仙君 即使已到 夏凡仪式 现在开始 仙君 祥云 不是吧 师父 和小祥顺修吧 刺激情节 安排上 安排上 原来喜欢一个人 是这样的感觉 万千红尘 冥冥众生 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自古以来啊 少女的心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谜题 作为祥云贤子 对初空贤君 是怎样一份感情呢 我从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好像认识许久许久了 师父的心跳 是因为小祥吗 凤仁的聘礼 陆海空服不上 带我寻下后会战功 回来喝本宫主向的海藏花酒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都能找到我 我过去的人生柔异 所以未来 也希望柔里相伴 鸿生共辅 永不翻译 照这架势 因缘格又多一靠山女婿 呵呵呵